3200亿矿毛紫金矿业无证开采 赤勒川乌拉特草原谁来守护 3200亿矿毛无证开采 赤勒川乌拉特草原谁来守护 4月中旬 内蒙古乌拉特草原蓄势待发 逐渐返京 再过1月有余 这片草原将披上绿桩 再现北朝明歌中传唱不息的赤勒川之景 天苍苍 地茫茫 风吹草 低陷牛羊 因地理位置特殊 一山脚下 乌梁塑海流域的乌拉特草原 是北方防沙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阻止库布奇沙漠向北侵蚀的重要屏障 但眼下 曾经的赤勒川正在因非法采矿遭到蚕食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通报乌拉特前期近3万亩草原 遭违法开矿和精占后 巴耶纳尔市下辖起乌拉特后期 又被爆出紫金矿业子公司 涉嫌无证开采600万吨矿石 4月15日 紫金矿业针对媒体报道的 无证业界采矿问题进行公告 紫金矿业表示 乌后紫金主要开发 内蒙古巴耶纳尔市乌拉特后期的三贵口心矿 开矿山分为南矿段 北矿段 而乌后紫金只有南矿段的采矿权 2012年 乌后紫金对北矿段进行补充探矿 2013年9月 获得资源储量备案证明 开始多次申报采矿权 因为矿业政策及人为等多种因素 北矿段一直没有取得采矿权 2018年之前在探矿过程中 对副产矿石进行了回收 存在以探代采及部分越界开采情形 2021年度 乌后紫金采选矿石量为278万吨 生产金矿含兴5.04万吨 含尖1.07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9.04亿元 净利润8744万元 分别占紫金矿业2021年度销售收入的0.4% 规模净利润的0.56% 此前据相关报道 媒体街道举报消息称 紫金矿业公司在无开采许可证的情况下 涉嫌违规开采600万吨矿石 收益超40亿元 且在开采过程中造成地下水污染 并导致周围土地严简化程度不断加剧 针对举报情况 巴耶纳尔市生态环境局 在4月10日至12日 通报督察组交办案件办理情况时称 经查证 乌后紫金在南矿段越界开采矿石 2988.41吨 无安全许可证违法开采 约163.25万吨已处罚 信房举报的北矿段已无证采矿约251万吨 南矿段越界采矿约4.65万吨的情况基本属实 4月8日 乌后紫金总经理郑某某已投案 称紫金矿业三桂口北矿段无证开采千芯矿 涉嫌非法采矿 目前乌拉克后期公安局已受立案件 该案件违法违规性质和情形 上需有关部门确认 根据巴雅闹石生态环境局通报 目前该案以明确其政府其长为责任人 加快信访问题调查处理 预计2022年11月30日前完成半截 作为中国500强企业 2003年12月23日 紫金矿业在港交所上市 2008年4月25日回归A股 在上交所上市 截至4月15日 紫金矿业收盘价12.13元每股 总是值3194亿元 台报显示 2021年紫金矿业实现收入 2251.02亿元 同比增长31.25% 净利润156.73亿元 同比增长140.8% 这是其上市以来最大的营收 和净利润同比增幅 在去年 紫金矿业的矿产金 矿产铜 矿产银分别实现产量47.46吨 58.41万吨和43.4万吨 同比增幅在15%至29%之间 乌厚紫金是紫金矿业控股子公司 负责紫金矿业在乌拉特后期的矿产业务 紫金矿业官网显示 紫金矿业持有乌拉特后期 三桂口铁心矿95%股份 该矿年产薪5万吨 千伊底院吨 2021年营业收入9亿元 总资产达到22.7亿元 净利润0.87亿元 三桂口也是紫金在内蒙古唯一拥有的矿业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 紫金矿业手中的矿产资源 大部分通过海外并购取得 从2005年开始 紫金矿业开始海外扩张 相继收购了塞尔维亚丘卡卢 佩吉铜金矿 塞尔维亚伯尔铜矿 刚果卡木阿铜矿 刚果科鲁维奇铜矿 哥伦比亚无理地卡金矿等 到2021年 公司海外同金矿产资源储量及产量 利润均超过集团总量的一半 目前在中国14个省和海外13个国家 拥有矿业投资项目 不过 紫金矿业通过大量并购迅速扩张 自身的造成能力 自然也受到了较大考验 A股上市以来 紫金矿业发行了一系列融资债券 票据 公司债 用于海外并购 以及补充日常运营资金 公司负债水平也一路水涨船高 资产负债率 从2008年底的26.85%一路 涨至2022年3月底的56.56% 近年来 受益于矿产铜 金的销量增加和价格的带动 紫金赚得不少 产生了大量经营现金流 使得其资金压力有所缓解 基于此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标普 近日也将紫金矿业信用评价 上吊至BBB减 评级展望为稳定 截至2022年3月末 紫金矿业期末现金余额 225.44亿元 同比增长47% 短期借款213.88亿元 同比微降 但紫金矿业目前似乎并没有停下持续并购的打算 2022年1月相继宣布 启动钢果ManoMoli矿的勘察项目 以及收购加拿大Neolidium Hope 该公司的核心资产 是阿根廷赤斯Quad Bredef盐湖项目 拥有碳三里当量总资源量763万吨 在新能源金属领域的扩张 有可能继续加大债务规模 紫金矿业未来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仍值得关注 作为内蒙古九大天然草场之一 乌拉特草原自古就是一片蜂窝之地 不仅水草肥美 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 巴雁纳尔市的三个下侠旗 乌拉特前旗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旗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 其域内矿产资源负集 根据巴雁纳尔生态环境局官网2012年数据 乌后紫金所在的乌拉特后旗 现已探明各类矿产资源八大类46个矿种 其中同400万吨 新1000万吨 1300万吨 硫三亿吨 铁矿石1.4亿吨 石油资源量1.4亿吨 油液盐约300亿吨 乌拉特前旗 乌拉特中旗同样有着丰富金 铁 物 煤炭 石灰石等矿产资源 潜在经济价值分别在100亿元 636亿元以上 由于矿产资源丰富 近十年间乌拉特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矿山工业生产总值 是其经济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吸引了青山控股 钝安集团 紫金矿业 包钢集团 金牛集团等一众国企 大型私企以及小型企业投资项目 但部分企业并没有认真对待矿山开发与保护 根据乌拉特前旗公安局通报 2022年4月 因涉嫌非法采矿 违法占用草原等 内蒙古华拓矿业有限公司 聚德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矿业等企业中的5人被刑事拘留